苗栗湾保农民洪湘 十多年前,因为不满苗栗新政府推动科技园区 却破坏良田 与当地居民共同挺身而出,持续的抗争 而最后终于成功保住珍贵的农地 而后他投身各种社会运动 持续捍卫农业与土地 赢得农村女侠的称号 不过离病的他于前天晚间离世 享受六十九岁 为了保护家园良田不被掠夺 挺身而出的农民洪湘 不曾畏惧全市 与乡亲依次次北上抗议 当时苗栗县长刘正宏推动后龙科技园区 要征收湾保三百六十多公顷农地 红湘高喊土地要看价值而非产值 誓死保卫乡土 成功在二零一年让开发案被驳回 环保成功守住特定农业区后 红湘仍为土地正义奔走 从农地违章工厂退厂 到反对昆渝掩埋厂新建 每每到场生源 近几年因离癌体力大不如前 住院治疗后选择返家休养 于九号晚间九点多 与世长辞 一路奋战的老战友政大地政系教授 徐世荣表达非常不舍 他说红湘重情重义爱乡爱土 最经典的名言就是人不能吃晶片 以行动证明农业为国家之本 他认为红湘树立时代典范 红湘常笑称自己本来只是个普通的欧巴桑 因浮乱征收 与先生邻里共同起身反抗 以农村女侠之姿走上社运之路 从孤立一地汇集八方力量 肉身虽然不在 但生土不饿之念 早已灌注土壤 化成肥沃 记者林金梅庄志诚台北报导 那种东西给人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